对绿化青山的执着与坚守 这节课我们在一起阅读一篇现代诗《三黑和土地》 说到土地,我想问问同学们 你们种过地吗? 在土地上播种、收获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我回老家时,跟着爷爷奶奶种过地 刨个坑,把玉米种子埋到土里 然后给它们浇点水 我觉得就像种下了一个希望 盼着它赶快发芽,长出苗来 我没有自己种过 但是我曾经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采摘 亲手摘下一个个红彤彤的苹果,特别开心 生活在城市中的同学 可能只体验过采摘的乐趣 而生活在农村的同学 如果亲身经历过播种收获的过程 可能会对土地有不一样的感受 那么在诗人苏金散的笔下 一个土生土长的刚刚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 三黑是怎样看待土地的呢? 让我们先来读一读课文的导学内容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说说三黑是怎样看待土地的? 读了这篇课文 你对脚下的土地有了什么新的感受? 课文的导学内容是对我们阅读的提示 我们后边的交流也主要是围绕这两个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 想一想 这里说的农民得到土地有着特殊的含义 你们了解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吗? 老师,我在课前查了一些资料 我了解到解放以前 很多农民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 农民们终年辛勤劳动 生活却不得温饱 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 终于让农民们翻身做了主人 他们重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像刚才发言的 和这位同学一样主动去查找资料 只有了解了写作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诗句的意思 让我们来看一看诗歌的第一部分 透过文字去感受农民们的喜悦之情 农民一有了土地 就把整个生命投入了土地 活像汉天的鹅 一溅了水就连头带尾巴钻进水里 恨不得把每一块土都送到舌头上 是咸是甜 自己先来尝一尝 恨不得自己变成一粒种子 躺在土里试一试 看温暖不温暖 合适不合适 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感受 我想先说说第一小节给我的感受 农民一有了土地 就把整个生命投入了土地 这让我觉得就好像做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事 全心全意地把自己投入进去 还有诗中的比喻也特别有意思 活像汉天的鹅 一溅了水就连头带尾巴钻进水里 老师也特别喜欢这个比喻 多么生动 多么形象啊 农民对土地就像汉天的鹅对水一样迫切 农民把整个生命投入了土地 就像鹅连头带尾巴钻进水里 这比喻这语言都充满了农村生活的气息 朴实直白还透着一种亲切 这样富有农村气息的语言特点 在后面很多地方都有体现 同学们要细细品读 一定会感受到其中的妙处 老师 我觉得后边梁小杰也写出了农民的喜悦 恨不得把每一块土都送到舌头上 是咸是甜 自己先来尝一尝 恨不得自己变成一粒种子 躺在土里试一试 看温暖不温暖 合适不合适 农民们得到土地太开心了 所以他们恨不得把每一块土都尝一尝 又恨不得自己变成一粒种子 躺在土里试一试 土地就是农民的生命 土地的好坏决定着庄稼的好坏 所以这夸张的写法 却真实表现出农民对土地的重视 以及他们拥有土地之后的喜悦和激动 读到这儿 有的同学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老师我有一个困惑 诗歌的题目是三黑和土地 为什么开篇先写农民对待土地的态度 然后再写三黑呢 那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 这位同学他是怎么理解的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三黑是众多农民中的一个 农民对土地的态度 也就是三黑对土地的态度 是的 三黑是众多农民的代表 所有的农民都像三黑一样热爱土地 憧憬新的美好生活 带着这种理解 我们再来读一读诗歌的第一部分 农民一有了土地 就把整个生命投入了土地 活像汉天的鹅 一见了水 就连头带尾巴钻进水里 恨不得把每一块土 都送到舌头上 是咸是甜 自己先来尝一尝 恨不得自己变成一粒种子 躺在土里试一试 看温暖不温暖 合适不合适 体会到农民拥有土地之后的喜悦 我们再来体会三黑对土地的情感 我们来看诗歌的第二部分 想一想诗人为我们描绘了哪几幅画面 我觉得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三幅画面 第一幅是三黑翻地爬地的画面 第二幅是他回忆逮哥哥的画面 第三幅是三黑展望新的生活 那就请同学们围绕这三幅画面 一边读一边圈话关键词句 把三黑对土地的态度情感标注在旁边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画面吧 三黑就是这样的翻着土地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每一寸土都给翻起 每一块土疙瘩都给细细打碎 我从每一寸土都给翻起 每一块土疙瘩都给细细打碎体会到 三黑对土地特别用心 精心地打理他的土地 我也从每一寸土都给翻起 每一块土疙瘩都给细细打碎 这句话中体会到三黑翻地时特别细致 显示出他对土地的珍惜 联系写作背景 我们就能够理解 以前三黑没有自己的土地 现在他终于翻身做了主人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所以他对土地格外珍惜 地翻好 又爬了几遍 爬得又平又顺流 看起来好像妇女们刚梳的头 这么松散的地 简直是一张软床 叫人想在上面打滚 想在上面躺一躺 三黑那么用心地爬地 所以他爬好的地 又平又顺流 好像妇女们刚梳的头 这个比喻 让我觉得他看着自己的地 就好像在欣赏自己的作品 这么松散的地 简直是一张软床 这个比喻也说明 三黑对自己爬的地特别满意 我感觉到他特别喜爱这张软床 两个比喻 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三黑 在自己的土地上 精耕细作的效果 也表达了他的开心和喜悦 三黑从来没睡过这么好的床 今天准备好了 叫麦子睡上 我想三黑把这么好的床 让麦子睡上 为的是让麦子生根 发芽 结出更多的粮食 他盼望这片土地 能够带给他好的收成 这土地 承载着三黑的希望啊 这么好的床 麦子躺下去挺舒服 就想发芽 赶紧钻出来 稀稀雨露 三黑爬过地 坐下来歇一歇 看见自己种的荞麦已经开花 白沙沙的 像一片雪 麦子还没躺下去 三黑就仿佛看到他们 在发芽 在喝水 仿佛看到自己种的荞麦 已经开花 白沙沙的 像一片雪 看 这荞麦开花的景象 多好看呀 想象着未来丰收的场景 此时的三黑 多么幸福啊 让我们带着这种幸福 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再来读一读三黑 翻地 爬地的场景吧 三黑就是这样的 翻着土地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每一寸土都给翻起 每一块土疙瘩 都给细细打碎 地翻好 又爬了几遍 爬得又平又顺流 看起来 好像妇女们刚梳的头 这么松散的地 简直是一张软床 叫人想在上面打滚 想在上面躺一躺 三黑从来没睡过 这么好的床 今天准备好了 叫麦子睡上 这么好的床 麦子躺下去挺舒服 就想发芽 赶紧钻出来 吸血雨露 三黑爬过地 坐下来歇一歇 看见自己种的荞麦 已经开花 白沙沙的像一片雪 三黑坐下来歇一歇 几声锅锅叫 唤起了三黑的回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三黑回忆 逮锅锅的情景吧 荞麦地里 还有两个锅锅在叫唤 滋滋滋 叫的人心里 痒抓抓的 好喜欢 小时候因为逮锅锅 常常爱骂 爹娘骂 不好好食柴火 地主骂 摊坏了他的庄稼 现在 郭郭就在自己地里叫 他想招呼 从地头路过的 那个孩子 快去逮吧 你听 叫得多好 此时的三黑 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都说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 小小年纪还要食柴火 帮助爸妈承担生活的重担 去地里逮个锅锅 还要被地主骂 嫌采坏了他的庄稼 如今三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他喜欢听锅锅在自己的地里叫 他还想招呼路过的孩子去逮锅锅 你们说现在的三黑是怎样的心情呢 三黑回忆过去 在看看眼前 他觉得自己成了土地的主人 一定特别轻松快乐 翻身做了主人的三黑 并没有满足于现状 他展望未来 又做着新的打算 他又在打算 明年要跟人合伙 把地浇得肥肥的 让庄稼长得更好 收得更多 他还打算再买头小毛驴 打完场赶着送公粮 驮着老伴 看闺女上东庄 一切希望都建立在土地上 有了土地的三黑 终于可以展望未来了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十五小节 三黑一边爬地 一边想着 翻身的人儿心里真甜 他笑嘻嘻的 连嘴都合不上 地里的锅锅也叫得更宽 三黑的心里是甜的 所有农民们的心里都是甜的 他们获得土地 翻身做主 心里是甜的 他们翻地爬地 愉快劳作 心里是甜的 金锡对比 金盛于锡 心里依然是甜的 展望未来 生活更美好 他们的心里更是甜滋滋的 一个甜字 道出了所有农民的心声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用一句邂逅语来形容 那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阅读链接在希望的田野上 是陈小光谱写的歌词 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 发自心底的喜悦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吧 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吹人家心间一组包长 凉堂 小和他美丽的村长 留他一面独卖 那这一天靠谣 是一天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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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理想 在希望的田野上 河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碎 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 西村访花 东港洒网 北江播种 南国打长 我们世世代代 在这田野上劳动 为他打扮 为他梳妆 我们的未来 在希望的田野上 人们在明媚的遥控下生活 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老人们举杯 孩子们欢笑 小伙弹琴 姑娘歌唱 我们世世代代 在这田野上奋斗 为他幸福 为他增光 在欢快昂扬的旋律中 在幸福喜悦的歌词里 同学们是否感受到农民们心中澎湃的激情 是否感受到土地带给农民的梦想与希望 结合今天的阅读 结合你自己的生活体验 你们是否对土地有了新的感受呢 我没有想到农民这样热爱他们的土地 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深深打动了我 让我也更加热爱土地了 我感受到了土地带给人们的希望 没有土地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我们要爱惜它 要保护它 是的 一切希望和未来都建立在土地上 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 更加热爱养育我们的这片土地 课文学完了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作业 第一项摘抄课文中你喜欢的诗句 第二项推荐阅读苏金散的另外一首诗 《最好的早晨》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